這次為什麼要買到這顆神槍的原因 就是它附的軸心是 D.S.檔 旁邊這兩個 龍頭的部分呢 是橡膠材質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 白神 今天呢 我們要來分析的陀螺士 B.68 憤怒神槍 D.S.大 3A 這一顆陀螺呢 是我最喜歡的一個系列 終於回歸 好不好 而且白龍城 我終於回來 個人真的非常的開心 那我們就剛剛來介紹 我們今天的內容吧 先從超王晶片的部分開始講 這次的超王晶片呢 一樣是跟戰神一模一樣 但是它的配色非常的漂亮 是紫金色 我個人覺得非常非常的喜歡 很好看好不好 一定要買爆 再來我們來介紹 神槍晶片 這次的神槍晶片呢 造型呢 回歸嗜血神槍 也是一個正面的一個造型 非常像嗜血神槍 我必須得說 這一顆憤怒神槍 其實就是 歷代神槍的極大成 有嗜血神槍造型的晶片 以及 惡夢神槍的造型 再加上 雙生神槍的融合 但是沒有 陰式神槍的部分 好不好 所以比較可惜一點 但是降機就很夠了 那這次的神槍上巾 我個人覺得它應該會跟戰神一模一樣 是才中間有一個空洞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應該兩顆會很像 各位還記得GT世代的時候 他們也玩過這個梗 就是把雙生神槍跟斬擊戰神做得很像 只是左右迴旋不一樣而已 好 再來我們來介紹 憤怒Ring 好不好 這一個Ring呢 非常特別 造型很像雙生神槍 再加上 惡夢神槍的頭 好不好 然後上面的 鐵的含量 我個人覺得應該還好 沒有說到很多 我仔細看 大概只有這裡而已 只有這一個頭的部分是 金屬 其他地方都是塑膠 所以我個人覺得還蠻 可惜的 因為鐵的量還蠻少 不像雙生神槍有這麼厚的 鐵可以給予它一個 非常強大的打擊力 以及重量 我個人覺得這一次的 下金是比較可惜的 再來我們來介紹 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一次 為什麼要買到這顆神槍的原因 就是 它附的軸心是 DSDOT 好不好 這一顆軸心 目前已經炒到非常高的價錢了 那這一次的軸心真的很豪華 所以我覺得這一顆以後 應該會被搶購益空 所以各位一定要買好 買滿 好不好 DSDOT 真的是太強了 好不好 再來 我們來介紹它的 機殼的部分 是我們的 3A 這一次的3A 造型其實就是 DR鐵 然後把它改成 超王獨有系統的機殼 然後它旁邊這兩個 龍頭的部分 是 橡膠材質 所以我會說 它根本就是要把這一顆 變成戰神 好不好 只是造型 是神槍的造型 但是 功能其實很像 因為你看 2A也有橡膠 然後3A也有橡膠 所以其實它們兩個非常的相像 那它的尺格 我跟你保證 應該也是兩格 就是跟2A一模一樣 我覺得如果它們要繼續玩這個梗的話 應該尺格也是兩格 沒錯 應該 之後有錯的話 不要怪我 好不好 因為我也是先推測 畢竟資訊現在很少 只有圖片而已 好 那麼我們今天的憤怒神槍 就差不多分析到這邊 那它的發售日呢 是在2020年的6月27號 沒意外的話 那今天影片就是我的錄音 希望可以幫我按訂閱 分享 可以到副頻道 可以訂閱 LVB 粉絲讚 也可以去IG追蹤我 那我是PiSEN 各位小白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